普通话的作字,其中有一个意思是这样说的 用长形的物体的顶端向前触动,或者是穿过另一个物体 而这个动作,在广乎话里就叫做督 比如,用指笔,督穿章子,用把线去督下人,打台球的时候要去督波 吃饭说没什么好菜,那就督腐乳 最精彩的就是莫过一个用法,督背脊 用线头的定义,督背脊就是用长形的物体向前触动人家的背脊 这个长形物体就是手指 这句话后来可以转移,用来比喻背后议论,指责,甚至出卖人 不普通话说的打小报告就是督背脊的一种 相比起来,自然就是广府玩这句督背脊就生动得多了,对吗? 总之,在人家的后面指指点点,坏人这样不对,那样不对 就是督人背脊 张仔,现在公司财务那么紧张,你还要求加薪? 嘿嘿嘿,督尼,我有充分理由,我做了文保科书 只要你看完它,你就完全明白了 啊? 陈主任经常公车私勇? 李科长在工作时间外出版私事 王组长多次密会我的女秘书? 是啊,经理,只要你适当扣他们三万公司 然后加点给我,那就加了,对吗? 好好好,好好好 你明天不用上班了 你这样都会着法,用什么都买我的? 张? 我们现在主张舆论,批评,监督 比如我这个节目,时不时都会有些缺点错误 有朋友来批评监督,就有进步了 我相信,世界上还是愿意接受批评监督的人多些 所以,通过舆论来批评监督,来争取社会进步 是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 当然了,要多人背脊,自己就先要有些水平才行 我是不承认凡督人背脊的人都一定是对的 说一段历史 话说,明朝的末年,明朝的大将,祖大寿,守着感州 大清那边是皇太极将他的为偶隐固 明朝那边,当然要派兵诫围 派谁呀?派了雄成囚 当时雄成囚手下有十四万兵四万匹马 如果戰略、戰術恰當,對付滿清那幾萬人,這場仗就贏了 祖大壽跟清兵打過很多仗,他就知道王太極最厲害的一手就是騎兵突破 擇中突破一點衝到中間開花,那你就安靜了 所以祖大壽就派人大封信給熊成囚,叫他千萬不要貪快 你要把你的車當成防禦公事,逐少逐少地向前 而總之就是不要拉開距離,讓敵人有一個突破的機會 熊成囚就依計而行,王太極看著看著真的沒辦法 誰知好壞不壞,明朝那個朝廷是盛產獨背脊專家 熊成囚有個大背脊在那裡,不獨不就浪費 於是這個人又說,矮欄那樣,何時才能到錦州 那個人又說,熊成囚也不知道是否跟王太極打了通通 還有些說得更離譜,直接就說熊成囚在那裡謀反 那時候,明朝的皇帝是崇清,這位皇帝是做事很敬業的人 如果只是叫他來到佛山做一個居委主任,我相信他一定會做得很好 可惜他就入錯行,他的職業是皇帝 他就缺乏通官大局全盤,家喻那種能力 聽到大臣這麼多督背脊的話,他就六臣無主 立刻就派人去吹,熊成囚,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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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成囚一加快速度,清兵就找到他的流纜 一湧而入,將十四萬人搞成一鍋足,連熊成囚本人都做了虎老 我講這段歷史,是想說批評監督的人的水平 也都不見得一定是會被被批評監督的人高 怎樣才對? 這樣就不能夠一概而論,而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下期我們會講一下油車河 這部車又為什麼會跟一條河連在一起呢? 越講越過癮,記住收看了